附近在一块儿的时候 总是热水沐浴 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儿时 胡云角总纵着永齐的脾气 让他冷水沐浴 衣着担保 甚至有的时候 还跟他一起共食寒粮之物 永齐的身子 哪能这样受寒 劳累 他这样伺候永齐 我就是要他的命 娘娘 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 再怎么跪下去 人会熬不住的 那好歹 您喝点水 奴婢给您熬点粥去 您喝一口 给你一口 您喝一口 您喝一口 你喝一口 您喝三口 于妃娘娘 皇上说了 若是为易坤公娘娘来求情的话 那就不必了 荣沛 奴婢在 奴婢在 娘娘 娘娘怎么了 扶我起来 是 慢点 去衣柜那儿 是 你以后一打开 好 娘娘这是要做什么 你还没回去 臣妾 臣妾有事恳求皇上 都到这个份上来 你还要替如意求情 那夫人是姐姐唯一的至亲 如今忧伤临时 后事无人看管 臣妾恳求皇上 准许臣妾去易坤宫见姐姐一面 就当是问一问姐姐对那夫人后事的安排 朕已经许了那夫人后葬了 皇上既然已经后葬了那夫人 可见也视他为至亲 臣妾恳求皇上成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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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立刻去圆明园 为永齐主持后面助导的事 你也帮我给永齐每日都上炷香 我会的 娘娘 该吃药了 一会儿一会儿 十二阿哥 姐姐也不必太担心 皇上留了他在协方殿里 容妾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 虎蕴角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自从姐姐交代之后 我便让人在永齐府里一一盘问 这说来也奇怪 虎蕴角自从到了永齐府底之后 从来就没有回娘家醒过亲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 除了偶尔来我这离秦安之外 都跟永齐待在一块儿 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 她跟你秦安的时候又何一样呢 她的话不多 平日里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 不过我听下人们说 好像她每长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 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 还是做了什么事 姐姐 你怎么咳成这样呢 吃药吧 无法 那她和永齐在一块的时候如何 她和永齐平日在一块挺好的 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 她跟福晋在一块的时候 总是热水沐浴 但是偏偏和胡蕴角在一块时 胡蕴角总纵着永齐的脾气 让她冷水沐浴 衣着担保 甚至有的时候 还跟她一起共食寒粮之物 永齐的身子 哪能这样受寒 劳累 她这样伺候永齐 不就是要她的命吗 我在派人查胡蕴角遗物的时候 还在她房中的首饰盒底下 翻到了这个 什么药房 藏得这么仔细 这上头也没有姓名 看着倒是有些年头 我觉着有些奇怪 便拿来给姐姐瞧瞧 寻常药方都写明写信的 这个确实有些古怪 你去圆明园之前 让江雨冰细查 胡蕴角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都不要动 仔细查一查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姐姐放心好了 我会找人办妥的 除了再查胡蕴角的事 有几件事 你得去办一办 姐姐吩咐下来 我一定仔细去办 一直这么渴吗 好 好 好 哈哈